欢迎回来,赶安您点进来我的视频,今天我们来做腐乳炒腺菜吧,希望大家会喜欢 小时候都是吃腺菜小鱼干汤很少炒来吃 如果大家也和我一样,那么一定要试试做这道炒腺菜哦 因为真的很好吃 腐乳炒腺菜很开胃下饭,记得要多煮米饭哦 腺菜同时含有丰富的铁,钙和维生素K可以促进明血,造血和血液携带氧气的功能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,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,腺菜,腐乳,小辣椒,姜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,个人认为有微辣比较好吃 腺菜洗净备用 腐乳捣碎后,加水和玉米粉搅拌均匀 腐乳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 将切末 小辣椒切粒 小辣椒切粒 小辣椒 indicated 炒香姜末 下小辣椒 下鲜菜 倒入腐乳鸡 倒入两汤匙水 倒入腐乳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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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摆盘了 上网找了些关于腺菜的资料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虽然腺菜含有丰富的铁根钙,营养价值非常高,但因腺菜属性较凉,四肢容易冰冷,肠胃虚寒,以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适合吃太多,容易引起腹血,或让腹血状况更严重 容易栽培的腺菜,本身抵抗虫害能力相当强,理论上,农民无需喷洒农药就可生生不息,比起一些易遭病虫害的蔬菜,民众在风栽前后选购腺菜,农药残留过量的疑虑相对较低 虽然腺菜铁,钙含量高,但要提醒读者的是,比起红肉,内脏里的动物性铁,或是牛奶里的钙,植物性铁跟钙的吸收利用率相对较低 况且,饮食最重要的就是营养均衡,可别天天吃腺菜不铁,不钙 腺菜富含膳食纤维,能促进胃肠消化和蠕动,及时排除肠道垃圾 带区域的垃圾包括便秘,部分脂肪和毒素,从而降低体内脂肪含量,对减肥,解毒,美容起到一定作用 馅菜的慎用人群,精妻女性不可多食,孕妻不宜食用馅菜,提味虚寒者计食,植物性日光性提炎患者慎用,不要与憋甲共食 对了,如果您在寻找蔬菜食谱,欢迎到我的早蔬菜系列看看吧,哪里目前有800个蔬菜食谱,而且还会不断增加新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,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,不懂要煮什么,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,中午是中文视频,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,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,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,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,不要错过了,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,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